解释第十二章第十七节 龙香夫人发牢去与他其余的儿女争战 这儿女就是那手神界命为耶稣作见证的 那时龙就站在海边的沙上 原来这两点手神界命和为耶稣作见证 其实就是这个小孩子可以留下 给下一代的人在最后三年半 我祷告和期待你们在这里学了我今天所教的 以导致你不需要在那段时间才执行这件事 因为那个苦痛真的很可怕 但问题是 我们一定要做好第二点就是我们为耶稣作见证 我们为耶稣作见证的时候 第二点我们就要小心 就是说当我们效法一些榜样 效法一些师傅的时候 我们要知道一件事 就是说没错 那些已经死了离世了 我说离世 包括第二天在三年半大灾难的基督徒 其中一批离世的就是皮堤那群 离世的这些 从来没有跌倒的人 是真的可以成为我们的榜样或者师傅 但是如果我所说是会慢 为什么 因为好像隔山打牛 你的理解力要超强 你懂得有自我检讨 能够去不断 有策略的去理解自己的盲点 但我想你知道 就算我教AOE 教给我自己的策略教 我也教了四年了 明白吗 如果当时只有三年半的话 你还要是隔山打牛 没有人教你的情况下 你能够进步多少呢 对不对 虽然我们的惰性是不断去使我们去逃避 但是问题我们要用理智去思想一下 如果在那三年半当中 我们的信仰要急起直追的话 活着的人的榜样是很重要 活着能够成为你的师傅 能够比赐勸念 能够激励你的 能够鼓励你的 能够挑战你的 是很重要 不单只能够 如我所说 呵护你 但是同样又能够鞭策你的师傅 是很重要的 所以变成了 没错我们已经有一个 被提了的这些的榜样 我们学一下效法 但是问题 同样我想让你知道 就是身边的师傅都很重要 是这样的情况下 我们要切记小心 就是说 我们会因为练精学懒 去取代了行圣经 行真理的 为什么练精学懒呢 因为我们的自私 我们轻易给自己藉口 有些领袖都跌倒 有些领袖都令我失望 但是神母保证 他的家当中 没有人会跌倒 他只是保证 你行真理 你上天堂 就是这么简单 其他人不行真理 其他人都不能够上天堂 但是其中一样行真理 就是 我们要效法 我们身边一些领袖 因为他效法基督 当然他不效法基督 很简单 那就更加看到 你的信仰真理 你会看到一些人 当一个人跌倒了之后 他跟着他跌倒 那你就知道这个人 究竟是信神 还是根本在说 视频 说人的利益 这个人就算上教会 很明显是因为有利益 而不是因为信神 OK 而相对同样的现象 当我们看到一些人跌倒 而从此我们就不行真理的话 很明显就是 我们原来走的 会让真理 都要对我们有利益 我们才行 我们根本就不是爱神 我们根本就不是守神戒命 如果我们守神戒命的话 我们既然是爱神 我们知道神的形象 是我们所效法的话 那我们身边有哪些人 能够帮我们 能够走快十倍一百倍呢 我们求之不得 但问题是当他们有两种现象 第一种现象 他们跌倒 但另一种现象 反而是我常常遇到的 跌倒就常有 但另一个常常遇到的就是 我效法的对象 是被我淘汰了 例如我跟他效法 如何读圣经 如何分享圣经 有些我效法如何因此运作 有些我效法如何大教会 有些我会效法 在整个启示当中 如何研究 但是问题是很多时候 发觉我自己所认识的层面 甚至我自己效法 他的这些标杆的程度 我是超越了他们 那我就再转师傅 我就再效法别人 但是仍然记住 一样我所说的 就是每一个 你根据学的师傅 你千万不要恨他们 因为你一建立恨的话 你只会在灵界也好 欲身界也好 你的理智上 你的潜意识 都只会翻抄他所有的缺点 或者甚至是你凭空幻想出来的缺点 你会翻抄他 但是所有你从他学的优点 就会完全消失 换句话说 如果你在有生之年当中 有一个师傅就不聪明了 但问题就是很坚持在神教华的原则当中 好坚持神教华 你对神教华的尊重 都是来自这个师傅 但有一天这个师傅欠了你的钱 不还 走了老 你恨了他 你一生 如果你不解决你恨他的问题 你一生 都不会去尊重神教华 你一生都不会把神教华放在手里 为什么 因为有一样东西 人的潜意识 有一些锁 你不解开这个心锁 你永远都会锁在这个牢笼当中 就是你会恨他喜欢的东西 你会恨他所代表的东西 就好像我们中国人说的 爱屋及乌 我们喜欢一个人 会连他自己所喜欢的所有东西 我们都会照单传收 所以你跟着一个好的师傅当然是好的 因为你去爱一个人 尊重一个人 你对他所有好的东西 你都会照单传收 但问题是一个永远不跌倒 和一个可以说举世排第一 排第二的这些师傅 你可以能够接触到他们 长期有去教你的时候 是可如而不可扣的 很多时候我们不能这么大贪 对不对 而事实上 我们真的有一个这么好的师傅 在我们身边 我们也未必知道他说什么 很多时候 我们完全都跟不上 因为我们所说的好师傅 不是一味聪明就可以了 很多时候 我们的好师傅 就是仅仅聪明了几倍 你能够追得上 好过他聪明了几十万倍 你根本完全 能够接触到一样 对不对 就只举个实际的例子 就是我经常都说的 跟我身边的领袖都说的 如果现在就给外面的牧师 来我们教会 听我们2012信息 他第一次听很多时候 都不知道我们在说什么 对不对 虽然我们的信息是 预备给妻子的懂得听 但是预备的 是由头听到到尾的 按部就班 对不对 所以我想你知道 有时候很多时候 我们 那个人带到我们太多的时候 其实根本是我们 完全脱了折 其实我们完全是 是学不到的 那样东西 换句话说 就是说 你是想要世界上最好的师傅 是不是 不跌倒完美 就是 启示是全世界最好 但问题到他 真的 他做你师傅的时候 只是浪费别人的时间 对不对 但问题是 下化一个比我们 聪明一点点的师傅 很多时候又会跟我们自己的奥气 骄傲 鸡蛋去捡骨头 惰性 就相违背 是不是 为什么 原因就很简单 原因就是 我们很多时候 犯了很多宗教家的罪 就是说 他们会赞扬 这个主耶稣 但问题是 在同一时代的时候 他们又会钉死他 一样 就是说 我们会赞扬那些 已经离世的 是不是 和我们没离开关系的人 但是问题是 在我们同一代的 我们又不会去学习 不会去效法 我们的惰性 其实说到最后 都是为了我们自己的利益 我们的目的 不是真的要尋找到神 如果我们真正的目的 是尋找到神 我们会看 我们身边的师傅 他们未跌倒之前 他都成为我们的 一些石级 一些步 是导致我们一步一步去接近神 是不是 他们的经历 他们的见证 可以带领我们更加 在我们未经历到 这些真理和神迹之前 我们可以品尝 和建立我们的信任 信心 对神的话语 我们的应用 和实际责行 所以我们去寻找 我们身边的师傅 我们一定要理解 我们会遇到 我们寻找人 我们借着这些人 去帮我们寻找神的话 绝对没有令我们失望 我们就算 在跟从了一年之后 我们事实上 比一年前 我们更加接近神 是不是 只不过就是说 我们现在就要 再找另一个师傅 又或者甚至 我们由这些活着的人 去转移 我们去下发一些 可能已故的 这些师傅 就好像一个人 穿州过省 去搭顺风车一样 搭顺风车 很多时候 我们不是付钱 就好像现在 现在你发现你身边的师傅 你每次对他 一天傻有交费给他的吗 那为什么 当别人教不了你的时候 你又恨他呢 是不是 就好像我们乘搭顺风车 我们真的要担保 那辆顺风车 可以由西岸车到东岸 我们这么大上头 是不是 但是有些人 就是这么大上头 是不是 他要由东岸车到西岸 有很多人去 自己的生活 有很多人去 自己走的路途 跟我们不同 是不是 如果我们的目的是 真是寻找到神 每一个使我们 乘搭顺风车的人 又不是收我们的钱 尤其是 每一会 我们得益 是远远超过我们 受亏损的话 我们就应该去感恩 我们应该去多谢这些人 我们不应该 动下 就用我们自己的尊严 自尊心 我们的罪性 我们这些 催无求疵 去跨岁 而忘记了 打从一开始 我们回教会 我们去接受这个救恩 是让我们更加去认识这个神 更加去似神 我今天能够有资格跟你讲的原因 就是 根本打到我一信主 我已经去了加拿大 我已经经历过去过不同的教会 我亦遇过不同的冲击 亦转过不同的这些师傅 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想让你知道 我发现师傅 在我生命当中的重要性 是神所给我的信仰当中 一个很大的礼物 以前我哪知道这些东西 但圣经是这样教我 我按照这样做的时候 我发现每个师傅 在我生命当中 有很多甜蜜的回忆 就好像等于一个 村州过省的人 才搭完一班 有一班的信封车 每一个都成为他的好友 每一个都成为他的恩人 在完成整个旅程当中 最大的恩人 当然就是让你搭到信封车的神 在整个旅程当中 照顾你的神 在每一个愿意你上车 能够搬一下车边 可以有机会搭一程的神 为什么我们不可以这样看 而我们一定要跟随 撒旦那种看法 就是忘恩负义 和恩将仇报 启述第十二章第十七节 浪向苦人发怒 去与他其余的乙女争戒 这余女就是那首神戒命 为耶稣作见证的 那时龙就站在海边的沙上 尊一爱神 尊一爱神 无论落伏与禾困 我现存活 唯要救失丧灵魂 将心献尘 求可 倾出这赤心 顺福真灵 请主在导人 尊一爱神 无论落伏与禾困 我愿存活 唯要救失丧灵魂 将心献尘 求可 我 倾出这赤心 信服真理 先驻在导人 带着诚恳 分享旧熟后因 不计付出 只盼没遗憾 赞众神恩 不管有穷徒留困 甘心决意要 迎奉这生有着恶昏